唐朝年间 长安城中住着一户可怜人家 丈夫身患肺劳 临终之际我并床头 孩儿他娘 我怕是不行了 我走以后 你们只能平寒度日 要你娘俩受苦了 当家的 你不能丢下我们啊 丈夫去世后 吴氏用家中仅有的钱 将丈夫安葬后身无纷纷 吴氏无奈 只得带着儿子乞讨为生 这日 他们来到街头 鸡肠碌碌 正好看见前方有一个包子铺 包子 新鲜出炉的包子咯 老板 上我们两个包子吧 我儿子三天没吃饭了 要吃包子就拿钱来买 没钱就滚远点 别挡着我做生意 老板 您发发善心 救救我儿子吧 去去去 滚远点 且慢 发生了什么事 吴氏回头一看 只见一对中年男女走了过来 说话的正是那名妇人 她想白吃我的包子 哪有这等好事 我们实在没有钱了 您就赏赐我儿子两个包子吧 原来如此 这样我给他们买几个包子 你们饿坏了吧 快吃吧 谢谢恩人 谢谢恩人 娘 这包子真香 这位夫人 你们母子二人 为何会在城里乞讨 家中男人呢 男人生病走了 家里没钱没粮 我只能带着孩子出来 讨饭度日 唉 真是可怜啊 老爷 我看这对母子实在可怜 就让他们到咱们周铺做工吧 每个月给他们些银钱 嗯 如此甚好啊 我也正有此意 你们跟我走吧 以后就到我们何时周铺帮工 供你们支柱 谢谢老爷夫人 谢谢老爷夫人 这两位可真是大好人 他们是谁啊 他们你们都不认识啊 城里鼎鼎大名的 何时周铺老板和老板娘 哟 可真是大善人啊 此后 吴氏母子每日就在何时周铺打工 再也没有挨过饿 何时夫妇还经常把每天 养下来的粥 救济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们 大家快来喝粥了 每个人都有份 不要急 不要抢 人人都能喝上粥 每天傍晚 何时周铺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 这些善事 都被观音菩萨天眼所见 一日 周铺正在诗周 一位达官贵人模样的人 端着一个碗 来到周铺前 善人 请赐我一碗粥喝 这位贵人 这位贵人 如你不嫌弃就喝吧 我不能白喝你的粥 这银子拿去吧 我们这里是免费诗粥 不收银子 我这个银子可不是寻常银钱 是专门给你准备的 请你一定要收好 何时老板娘正欲推辞 只见自己手中多了一个东西 不是银子 却是一件欲如意 何时老板娘大惊 准备归还给贵人 抬头一看 面前已经没有了那人的影子 忽然周围一阵金光闪烁 半空之中 观音菩萨神配重宝 以树叶为一群 安坐于莲花月轮上 那夫妻二人心怀善心 我赐你欲如意一柄 保佑你们无病无灾 你们继续行善积德 一定自孙安康 门第昌盛 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 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 此后 何氏夫妇更加广结善缘 便在家中供奉观音画像 日日参拜 城中人们纷纷积德行善 在菩萨现身的地方 修建了一座观音庙 人们一心向善 安居乐业 编写书本 世代流传 这次观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夜一观音 就是夜一观音